以前在討厭不賣賓賓 因為怕贏 主主政行 累風暢 對服務機閣是造成 很大的襄擊 最重要的 佛友政府 要先收穩 再來進行 也要開放 便經 讓官公 如有 這些服務機閣 有一點出路 來著名的燕空上款 雖然店面有在做生意 但是因為賓賓還沒開 沒有說過的消費 還跟上最近 在經驗中 賀金因素 突破兩百萬 民眾自主流風暢 尤其上店也不敢開放店來吃 生意影響很大 有將近二十個店員 休業也跟著人 全年統計就少了一百七十多萬人 這一百七十多萬人 大概都是國外的觀光客 去年比前年又少了兩百多萬人 可是這兩百多萬人 大部分就都是國內的觀光客 面對官公、產院、國安國業 都受疫情的影響 最終取得基金、基石費 說服務業已經了三年了 有一種業者又說酒店不如酒館 說自己業者真的慈善 讓政府要開放邊境 讓觀光客進來 也要先紓困得真薪 這些受困產業連續虧損三年的 政府應該持續的來給它紓困 幫助企業度過 不是只有給企業恩惠 還有很多重大的勞工 重大的這些企業 生存下去 未來的政府才有稅收 對上市長的訴求主管觀光 如意的高隆寶共町 現階段已經不是所困的階段 那是什麼時候開放說問 由台主委中心評估決定 分階段而且時間不要拖太久的方式 滾動來檢討 可不可以先從剛剛所講商務 體克的部分來開放 後面內部會怎麼說開放 大家都希望快一點 指揮中心更要考慮到就是說 開放之後是 對國內經濟確實有幫助 也不要造成因為 另外因為疫情檢驗中 集結成營業最重要的特別支出 團選檢驗因為好好 大規模庭口沒辦法出餐 集結水鐵到八色 真檢驗中 對這事情到保持費用 團選檢驗這些疏困部分 也是要由行政院看保護 共同研究 記者綜合報導